据上周時代力量邀請勞動部長林美珠 對於勞基法再修進行對話 遲遲沒有下文之後 時代力量14號再度向勞動部喊話 認為依照數據顯示 上次勞基法修法後 勞工收入增加 加班時數減少 台灣企業競爭力也沒有因此下降 實在沒有理由再修法 呼籲勞動部應該要理性討論 這一次修法的目的 勞工收入是增加的 而且他們加班時數減少了 在台灣的企業的競爭力 其實並沒有減少 因此我們認為沒有修法的必要 要求我們的勞動部長 真正的給予社會跟民間 有一個公開溝通以及對話的 這樣的一個機會 學者也認為去年修法目的 就是為了降低工時避免過勞 上次因為七天裹定假日的消失 增加56小時的工時 都還沒有驗證與檢討 現在再度放寬加班時數 以及容許連續工作12天 受害最深的一定是底層勞工 去年砍掉那七天的國民家增加了工時 到底怎麼辦呢 我們不是要降工時嗎 所以我們認為說勞動部這次在提出這次修法的過程 完全沒有任何評估 幾乎是空白 中高齡的婦女 原住民 這些都是勞動歷史上裡面最弱勢的 那只要你整個國家的勞動基準一往下降 他們受害最深 季十三號國民黨團提出勞機法修法版本 實在力量強調 在了解勞動部修法相關依據資料後 黨團會有立場 這幾乎勞勞立法院台北市採訪不到